兩... OH NO 現在是我的左邊 我的右邊臉 就是在用它了 粉餅 它是LDK的第一位 大概是0.053 都便宜了一段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复光和紅本的vlog已經出來了 是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金糖的戰利品 今次的吸密錄我會分享兩條 這條是說我買了什麼的化妝品護膚品 因為今年都去了幾轉日本 而且不太夠時間 所以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所有的化妝品護膚品都在這個袋子裡面 好 未開始說已經有點累了 今天這條影片可能我沒什麼能力 先說兩個粉底 Addition Addition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化妝品品牌子 但我從來沒有買過我的粉底 為什麼呢 我之前都在Canta試過幾副不同的粉底 但大部分都好像不太適合我的乾肌皮膚 都是以控油為主 終於推出了一個我覺得乾肌都可以用的粉底 我九月頭去買的時候 剛剛推出了兩三天 但現在已經是十月中尾了 我用這個就是002號色的 現在是我的左邊 我的右邊面 就是在用它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出 我現在兩邊面是用不同的粉底液的 它是那種遮瑕度比較低 但可以幫你均勻膚色 透到你本身膚質的感覺 好像本身皮膚已經很好那種裸基效果 上一層遮瑕度 我覺得只有五成左右而已 所以雀斑的位置再上多兩層 就是TOTO雀斑的位置 我需要上三層的 如果用氣墊粉餅 不要用這種美妝蛋出來的效果會好一點 因為美妝蛋令到它更薄了 這個粉底我之前去幾轉日本都想買的 因為在網上很多人推介說很好用 但不知道為什麼之前 都好像不太覺得有Canta的Canta 最後這一盒我是在機場買的 復光機場的DDV是沒有什麼職員幫忙 然後我們幾個客人欠一個BA幫忙 我已經很爽手自己試完顏色之後 就馬上說要買那個 但我都等了一會 因為它真的沒有碰完去幫你拿的產品 我的左邊就是在用它 它的遮瑕度會高一點 Cream狀的質地來說 我覺得它的透薄度 相比其他Cream狀的 是薄一點的 還是做到那種裸基的效果 兩... oh no 全部倒出來 我沒有吸緊 順便給大家看看質地 好怕它掉了 它又Cream又不Cream 還有一點點果凍質地 這個浪費了 本身很漂亮 其實它的蓋子有一個位置可以卡實的 但我剛才扭開了之後沒有扭實 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大家經常問我 我的適合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粉底一定要你自己試了才知道 你看我的鏡頭 其實可能我打不同的光 或者Tone一Tone色就不一樣了 所以千萬不要順利 畫面覺得你跟我差不多膚色就選擇一樣 可能會不適合的 所以買粉底之前 一定要去Counter試 日本和香港的價錢 我就打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要看你當時的回率 我當時去的回率大概是0.053 都便宜了一段 粉底之後我們說Base 這個也是在機場買的 來自Paul&Jo 在我剛剛化妝的時候 已經很紅了 這麼多年來它還是一樣沒有變 其實是防曬隔離霜的 防曬度數就會高一點 有50 但我這款是用調色的 防曬度數就會低很多 SPF15 PA一個加 另外塗上防曬 我這個02是橙色彤的 其實我本來是選01的 因為那個沒有了 質地就會流質一點 我還買多了一樣東西 哎呀我又是不小心擦到它花了 哇 我還沒用之前不小心 一下子披上去 試一試 比較秋冬的顏色 其實它的質地不錯 挺舒服 我挺喜歡的 買的時候 它這個紫蓋 和唇膏的心 是分開買的 我本來打算不如不要買這個 就這樣用它本身的透明 紙盒不太漂亮 有點廉價 也要900日圓 它有很多顏色選的 我就選了這個顏色 OK 這就是我在專櫃買的東西 然後那些全部都是在藥妝店開架的東西 Excel的Base 它的防曬倒數就是SPF48 和PA3國家 日常都可以的 買的時候 又是看到它的收音點 是不知道什麼 托溫排行第一位的 它的質地是這種 比較保濕的質地 潤得來也是很薄 透不會焗 塗完之後它會有一種白亂光澤的效果 雖然我自己是試了手背 未正式試上面 但我相信應該挺適合的 看看接下來的霧兒最愛 會不會看到它出現 雖然我都很久沒怕霧兒最愛 就快有了 另一樣Excel的粉餅 它是LDK的第一位 包裝挺漂亮 做了一點點雲石效果 又夠薄 這麼薄已經有了掃 而且是這麼大的掃 粉質一點都不頑 這個掃基本上整個臉 任何位置都照顧到 這樣看 現在我這個紅唇 弄到我的臉有點白 有些太白了 你看到粉質 不會覺得有一層粉 有時用這些掃上粉餅 如果它粗的話 就會放在我的毛上 好像有一層白霧 這個就沒有了 但外出也很方便 它還有一塊鏡 它原本中間有一塊膠 隔著它兩個 讓我掃上粉餅 但這塊膠很煩 經常都很難對 然後它很容易撕到旁邊的粉 所以我就索性不用它 直接把它放進去就算了 竟然今次沒有買眼影粉 只買了兩支眼影筆 我現在眼上的主色 就用了這兩支 整個眼底我塗了GF01 帶有閃粉的啡紫色 另外眼尾塗了啡色 G05就是這種copa的顏色 塗上眼後輕輕地擦開它 當它乾淨了之後 沒有更容易可以擦掉 如果你本身眼部很容易出油 或是經常都會無緣無眼影的朋友 就可以用這種 筆狀 霜狀 高狀的眼影 Kate的眉膠 其實我還沒正式用過這支 讓我試一下 偏粉紅的眉膠 不錯啊 它很不潔快 但又令到我的眉毛 立即變了自然偏粉的眉 近看都不會看到眉毛 好像粗了一塊塊 但已經調整了粉色 眼線筆我買了三支 這兩支是Suzanne 我看到它掃頭也很小 很便宜 那我就買了兩支 還有Can make眼線液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是粉紅色的 我這次真的買了幾多粉紅色的東西 畫粗一點給大家看 跟剛才眉的顏色差不多 用的時候可以輕輕在眼尾上勾 不過我今天不是用它 我是用Suzanne這支啡色滑的 還買一支黑色 很受評 而且很便宜 就一次過買了兩支 雖然它上面寫著極幼 但我又不覺得它真的很幼 三支用在我身上 都沒有用過 唇膏有兩支 這次真的買了很少東西 再買了Suzanne這支唇膏 它叫它可可色 簡直是啡色 這一支就是我上一次買的01號色 它的質地其實是比較透 不過很潤 上次買這支01號 我很喜歡經常用 很適合日常 所以這次看到一個03號色 我家裡又沒有什麼顏色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 比較透薄的那種 所以雖然你看到它這麼啡 但放心 塗上嘴之後 不會真的那麼沉 變成好像吃完朱古力的顏色 又是看到牌行榜 很大熱 人氣No.1的產品 之前幾轉都沒有留意 拿過牌子 沒有賣過它的東西 所以也買了回來試試試 水身那種 可以拖得很薄很薄的 拖得很好的 而且顏色也很薄很自然 如果你覺得塗完一層之後 顏色太薄 你可以等它乾了之後再多塗一層 因為你未乾的時候不停塗 它會讓你越推越開越推越薄 顏色就會比較實 而且真的不脫色 塗上嘴的感覺也很舒服 如果你看到適合的話 絕對可以買 化妝品就說完了 今次我買了兩樣護膚品 分別有這個面膜 最近都很喜歡這些代妝的面膜 明明以前是很不喜歡的 但是當我試過上次跟大家分享 很好用的之後 我就對這些代妝的面膜很有興趣 看到它寫著 LDK2020年上半年度的BEST 遲下試完好用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我就試了 WM的化妝水 因為我的名字 WWM 所以我看到它的牌子 WM我就有點興趣買了 我覺得它真的不太好用 完全不夠保濕 可能我本身皮膚真的有點乾 適合年輕的妹妹用多些 最後這個袋子裡面 還有很少量的東西 讓我快快吹吹 說完它吧 我開始有說話的 我已經完結了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樣子 很累啊 不知為什麼說一說一說 反而沒那麼累 剛才說漏了這支 又是之前在重本清合作片 跟大家說過 我買了這支 重本清本身出的潤唇 gel 香港好像沒有粉紅色這支 其實它的分別就是有色和無色 不過其實這個也不是很有色 只是小小小小小小 前陣子的唇膏 不知道為什麼塗什麼 都是很乾的 搞到我去日本的時候 不停脫皮 然後我在重本清看到這個 很多 又是說很人氣 很大賣 我又買回來試 是真的不錯 我厚厚敷了兩晚之後 急救了我的脫皮的嘴唇 沒有再脫皮了 可以塗上唇膏 買了不是很久 都用到全粒了 最後這幾樣是同一款 全部都是指甲貼 在第二天的VLOG 你就會看到 我買了這種半隻 半隻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可以貼在指甲最出的位置 裡面可以塗上你平時的GEL 而這些全隻雖然我都不會 但假設你可以直接貼完照燈 但就一定沒有你塗上唇膏 塗上唇膏 保持得那麼好 我今天的指甲很肉酸 我要收起來 看不看清楚那款 我買了一個粉紅色雲石 為什麼我這麼痛 買這麼多粉紅色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 露色加透明金色的款 然後這幾張 不停下跌的 剛才有跌了 FECONS買的300日圓一張 這個是1800-2000日圓一盒 我也想試一下這種 便宜一點的夾貼鱿魚鵝 這樣看上去 劈透水晶感就差一點 應該不可以就這樣貼 除非你本身的指甲真的很長 我本身的指甲就不行 因為我是超薄的指甲 如果我不做GEL夾 我這樣插一插 臉很容易會刮花 超薄的 加上如果那天要回店做陶瓷 我的指甲一定會披口 這兩張都是夾尖款 其實我覺得這兩張比較漂亮 這個好像適合我風格 這些好像有點花 這個我們之前有吃開的 覺得都蠻好 如果你是喉嚨痛、發燒 有些感冒症狀 就可以吃它了 但其實我很少吃 這個多數都是我老公吃 他有時頭痛就會吃 這個是我大伯 即是我老公和哥 介紹我們吃的 作感冒之前吃 一吃就可以收了很多病症 我比較少傷風感冒 所以我對他的真實體驗 就不是太多 以上就是我金糖馬的東西 雖然不是很多 但因為時間關係 反而可以多說一些各樣的特徵 效果和細節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有什麼想說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不要這樣走下去 按下手指甲 最好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一條購物 就是分享化妝品 護膚品以外的東西 三盤是這樣的 約定你 下條影片再見 Bye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袋裡 因為我慎防 我有些東西在用 所以這個袋裡 其實最主要是放些盒子 提醒我有些什麼拿出來用 因為你知道 買這麼多東西是不記得的